说居家府的老妇人起床之后 缓缓走到门外 这是家中监视器拍到的 身前最后身影 凶贤进进出出老妇人房屋 她就是老妇人的外孙 也就是2018年在台南南化 因为偷钱挨骂就残忍 拿狼头杀害自己三位亲人的男子 最终被法院判处 无期徒刑 两年时间让法官相当头痛 因为男子行凶太过凶残 但是男子和外婆共进午餐 后来溜到隔壁淑公房内 趁金行窃 结果被发现痛撒杀手 淑公城市客厅 从厕所出来的沈婆亲眼目睹 也被灭口 外婆听见声音扬言要报警 杀红了眼的外孙 也一并把外婆杀害 三位死者各头部都被重锤了 这首武杀 死状凄惨 残忍事情亲友都撒坏了 但是男子犯案后坦诚犯刑 加上没有前科 一路到二审台南勾院 指出男子可能一时冲动下犯案 并没有预谋杀人 前进也指称男子案发后主动提离婚 希望减少小孩的冲击 也让法官认为 矫制后有再社会化的可能性很高 最终判处无期徒刑 虽然判决一出男子不服提胜诉 但全案已经定验 男子侍卿逃过死刑 现在只能在楼狱中认真反省 记者林树怡台南报道 我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